台有将近20万名的中风患者治疗复健之路 相当漫长辛苦 台湾医院就研发出了一套手部复健机器人 利用镜像复健法刺激脑部 让两只手能够做到同样的动作 这样的复健机器人为复健的患者带来了希望 中风患者穿戴上机器手部装置 借用脑部刺激 让双手能够做到一样的动作 拥挤跟食指装挤 做出队长的这个姿势 52岁的杰女士去年6月中风 造成她左半边的身体完全动弹不得 医院除了传统的复健治疗之外 也用上最新的机器人协助复健的进展 根据医院统计数据 今年中风的患者总数约有15到20万人 而每年平均还会在以3万名的患者 持续增加当中 医师坦言治疗的黄金期约为发病后的半年到一年时间 医师提到不少中风患者都是腿部恢复正常活动之后 手部功能却都没有起色 其中就是因为手部有27个关节 活动幅度相当大且复杂 造成复健的难度加倍 而这一回医院首度研发出手部复健机器人 也为中风患者的腿部恢复之路 点燃希望 华视新闻 万山张振杰 台北采访报道 达借